全日被驱车 驱车罗亚第一次 百十八万 六十四岁阿北骑车闯红灯被拦下 这下糟糕 因为他浑身散发 浓浓酒气 酒测抽标 酒测值 零点五八 原来他前一晚 喝酒一早又骑车外出 买早餐就被抓 被一公共危险罪移送 十八年来他酒驾高达十三次 酒驾记录洋洋洒洒 从民国九十一年起多次 酒驾 尤其一百零六年 还被连抓三次 但最后发院判刑一年八个月 让不少民众听了很不满 酒驾成信光判一年八个月 怎么会怕 判太勤了吧 这十三次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那如果是发生重大事故 会死了多少人 他的自私程度 目前做零工家庭状况是贫困的 都是量数一年八个月 地院庭长解释 六十四岁男子只有国小一夜 平时打零工为生 经济状况差 加上犯行态度尚可 才会做出如此判决 有人在吗 实际走访黄姓南子家中 没人应门 他十三次酒驾被抓 面临一年八个月刑期 被外界视为轻判 这些年来 他出入监狱多次 都是因为贪北武士 幸好都没人伤亡 但未来实在容不下 再一次侥幸 解增伟强 李梦庄弘昕南投报导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